2018 威廉雄斯杯國際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進入第六天的賽程 兩勝兩敗的菲律賓要碰上一勝四敗的印尼 前一天印尼的洋將外球兵 他們最後輸給了立陶宛 這陣他重返先發 坐鎮禁區 在上半場就進撞了8分 三籃板還傳出四次的助攻 搭配後衛COLAB攻下了兩隊最高的14分 班場打完印尼44比41領先 九下半場雙方一籃再戰 落後的菲律賓修正上半場 3分只有團隊17頭只有6球命中 比較打鐵的缺點 雙胞胎兄弟黨弟弟Matson Nieto 連續標進兩顆的三分球 接下來換George Go接力開火 他在上半場個人就投進三顆的外線 第三節繼續on fire 連續的三分重砲單節攻下了11分 加上隊友7-57級的攻擊籃框 菲律賓一波兇猛12比0的攻勢 三級打完76比60 擴大雙位數的14分領先 決勝節菲律賓先利用對手的15跑快攻取分 Antonio再來一個三分重砲 來到了83比64將近20分的差距 很落後的印尼這邊並不氣餒 楊腸外和Eppelhan借力取分 幫助球隊成功咬到各位數的9分差距 只可惜回頭防守不理想 又被菲律賓的Mendoza 偷進了三分帶回到雙位數分差 印尼單節的四次失誤也很傷 當然最關鍵還是第三節 他們被打出35比18的攻勢逆轉戰局 這場菲律賓板凳出發的George Go攻下了 全場最高的21分投進多達6顆的3分球 還有兩超級 率領菲律賓89比78贏球 據印尼洋將外23分 9籃板5助攻的好表現 可惜沒能幫助球隊贏球 本來繼續南威夷紅號群 綜合報導